亲爱的各位朋友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新一期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徐正熙和姚迪主演的《痕迹》里,有年不见梁麦琪的廖言,与其重逢时的紧张和缩着肩膀的样子,就已经让人一眼看出了,他心中的情思涌动。 虽然廖言对梁麦琪的心意逐渐清楚,但两人多年未见,加上梁麦琪确实有些让人疑惑的地方,而这,想必也是让廖言愁愁不定。 不敢直接向他表明心意的原因,梁麦琪的双面性格。 这一点,对于下来观察入微的廖言,肯定是逃不够他的法眼的。 而梁麦琪实冷时热的性格反差,也正是让廖言捉摸不定的地方。 有人大胆猜测,梁麦琪的实冷时热,应该和之前两人共同的一场经历有关。 那个画面,经常出现在廖言的回忆之中。 就是他们在国外时,一场七个人的聚会。 而且很可能在那次聚会中,发生了什么足以改变梁麦琪性格的事件。 目前来说,在廖言的回忆中,给那次七人会议标明为双色玫瑰案。 以大同名义,经常给梁麦琪送礼物的神秘人。 毕竟两人一别多年,彼此的境况都不是很了解,因此当廖言发现,梁麦琪身边经常出现一个个署名BT的礼物时,他又再次暂停了靠近的脚步。 关于上面说的梁麦琪的双面性格,有人表示,这很可能就是导致,BT后被说为大同的人,这个人物成为了两人,情感发展阻碍的原因。 目前看来,梁麦琪的双面性格,彼此之间记忆大体是互通的,但一些细节具体的,似乎还是要依靠图文提示。 关于大同这个人,他送了很多礼物给麦琪,比如明信片,咖啡杯,和那座木屋。 而且在他的那块黑板上,还有很多其他人寄来的照片,无一部都是在表达对他的谢意。 这让人猜测,麦琪某一面的性格,是不是就是与之前某个案件的人类似,是将救人作为信仰的人设。 廖岩确实喜欢梁麦琪,但他的喜欢是耐心陪伴和细心帮助,梁麦琪的变化和秘密,在观察细致的廖岩眼中,想必已经知道得八九不离十了。 但他没有直接表白,而是选择先帮他解决问题,一步步让他真的接受他,走进他的世界。 其实,廖岩隐约地感受到,在他们的身边偷着谢之前国外那场,七人聚会的阴暗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他没有贸然在情感上发起进攻,而是耐心陪伴,默默努力,先解决横跟在彼此之间的危险和问题。 梁麦琪 廖岩其实怀疑过他,那场七人聚会,廖岩在之后的回忆中,曾写下梁麦琪的名字,并打了多问号。 由此而引发猜测,梁麦琪在那次会议中,究竟是被害人,还是失害方。 这也是令廖岩目前疑惑的地方。 廖岩虽然喜欢他,但他始终还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,没有让自己完全被感情左右。 他在意这个女人,就更要弄清楚个中真相。 他一边给予喜欢的女人陪伴,用心地关注她的生活,以往对她更了解一些,在他想要帮助时可以及时出现,一边也一步步解开自己对她的疑惑,正所谓感情和真相,两不耽误。 目前来看,梁麦琪对廖岩的屡次主动是好,好像表现得都很冷淡,或许也是出于自己性格上的秘密。 从他的一些小动作来看,他对廖岩应该也是有所动心的。 只是,每次他切换活泼模式时,好像就把廖岩当作了哥们儿,甚至是廖岩送的木屋礼物,他竟也当成别人。 在梁麦琪身上,目前有太多未解开的谜,而这,相信也是要即使暗恋着他的廖岩,也不敢轻举妄动的原因。 毕竟,爱情不是口若悬河的妄言,更不是虎头蛇尾的双人游戏。 它需要双方以一定的了解为前提,而共同且大体一致的三观,不然随随便便地在一起之后,结局也无法圆满。 所以,廖岩如今对梁麦琪的步步,深入探寻和了解,其实也是对感情负责任的表现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一路有你,随遇而行,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,我们下期再会。